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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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女跟我吃飯過 吃飯不聽話爸爸也遭殃 我太太就是真的就是小朋友如果不乖 她要從餐桌上就是下來的時候 我老婆就說好 那你這一餐吃飽了所以你才要 才要下餐桌 那我就把所有的飯材都收走 那我在旁邊看了之後我反而會跳出來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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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吃 他就算一邊跑 你在後面吹他 這一餐吃飽比較重要 然後我正在吃飯 他也把你的收走 他也把我的飯材收走 我告訴你幹什麼 媽媽心太軟 要什麼有什麼 他想買樂膏 然後他站在那裡看了很久 他甚至於跟你交換條件 媽媽如果我沒有把它弄好的話 你可以就是不准我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 自己還談條件 買 當然就買了 怎麼可以不買呢 他說我只有到了嗎 沒有 小孩很難啦 小孩太聰明 大人管不動 我小朋友兒子 他要買一個樂膏是五百塊 可是他開始跟你講說 那爸爸你為什麼你上禮拜 你買了iPad是一萬元 我都跟我兒子講 我去算錢 那不然你去播新聞啊 你去... 可是我兒子... 可是我兒子有說... 我兒子說... 那就是他去啊 對 他有說... 爸爸會有拍過廣告啊 那我的錢呢 那你爸爸拿去買iPad啦 對啊 夫妻教養大不同 小孩怎麼教才正確 到底誰說的有道理 專家今天一次告訴你 第一個呢 我們先從哪裡來 吃飯的規矩啊 好 吃飯的規矩 先來請教各位 你們覺得 到底老公或老婆呢 會害小孩吃飯沒規矩 是誰的責任 喂... 你看 原來只有我說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是為大男人的面責 真的嗎 那你先來闡述一下 為什麼一開始你會舉 爸 為什麼 沒有其實一開始我跟我太太呢 對於小朋友吃飯的問題是 我提出來 我說 小孩子吃飯要有規矩 喊口號就對了 對 我喊口號了 我已經先嗆聲了 然後我老婆說 對 你說的是 然後她就開始執行 就是所謂嚴格的吃飯規矩 但是後來一直 頻頻破功的是我本人 對 因為我太太就是真的 就是小朋友如果不乖 她要從餐桌上 就是下來的時候呢 我老婆就說 好 那你這一餐吃飽了 所以你才要下餐桌 那我就把所有的飯菜都收走 而且這個飯菜你爸爸自己親手做的 你不吃完好沒關係 你就餓到下一餐 或是下下一餐都沒問題 我跟你耗下去 對 那我在旁邊看了之後 我反而會跳出來說 算了算了算了 給他吃給他吃 他就算一邊跑 你在外面追他 這一餐吃飽比較重要 小朋友營養最重要 對 然後我正在吃飯 她也把你的收走 她也把我的飯菜收走 我說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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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把他飯菜收走 但是你的如果沒有收走 待會可能高一恩 看一看電視卡通 他又跑過來跟你要 要吃飯 然後湯匙又餵過去 拿你的飯菜餵他 那一樣破功 所以你也不能吃 這個是一般 當父親會不捨的心理 很可以理解 但是為什麼在產出這個時候 艾力克斯其實你的表情 是有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我的團隊好弱 怎麼會有一個人先過啊 我覺得媽媽們都會比較心軟 他們都是一直要餵小朋友吃飯 一直要餵小朋友吃飯 然後一個鐘頭後 媽媽還在那邊 我說你就不要餵他了 他不想吃就不要吃 反而是你跳出來 對 有一次Rider就吃飯 然後他就說他不餓了 他吃了三口 他就不餓了 他吃飽了 我說吃飽了 好OK 那就不要吃了 後來真的 那天晚上就拿走 然後他就去玩 他就覺得好棒喔 早三起來 他就沒有東西吃 中午到學校我跟老師說 不要給他便當 什麼餓了三餐 對 餓了三餐 他晚上回來差不多六七點的時候 他開始哭 我說你為什麼哭 他說我餓了 我說什麼是餓 他說肚子痛 我說你第一次有這個感覺 他說第一次 我說餓好不好 舒不舒服 他說不舒服 我說世界上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是餓 你沒有餓過 你現在知道是什麼感覺 你不要忘記 所以下次爸爸叫你吃飯的時候 你趕快吃 你以後就記得你老的時候 吃飯要吃快 就放在哪裡快吃 你那把我醒醒 你把他的飯收走 爸 知道餓的感覺 我告訴你了 你老了就知道 這個時代 你們小朋友不會餓死嗎 對啦 到哪裡那種凝視 到哪裡都餓死 所以你覺得說 在這個 徹底的執行度上面 反而是老婆這個角色 很難辦到 我覺得他們會心軟 真的會心軟 因為像我們家也是一樣 像我也是跟艾利克斯哥一樣 就是白開嘴在吃飯的時候 前一天開始吃副食品的時候 我是個很有潔癖的人 我很不喜歡家裡就是 東西掉的到處都是 對 小可就會在旁邊 一直在那邊餵他 然後我說 那你要讓他吃 你就讓他自己吃 你不要在旁邊餵他 你要讓他學吃這個動作 對 他就覺得說他吃得不夠完全 然後吃得不夠完全 所以東西都會掉到處都是 然後我就在旁邊 一直擦 一直擦 那這樣就變成說有點 要讓他自己吃也不是 然後你要餵他也不是 要餵你就不好餵他 不敢放手讓他自己吃起來 對 他就很不下心來 反駁一下吧 反駁一下吧 不是 是不是 心太軟 心太軟 哪裡 你們沒有對自己的小孩的 心情不會這樣嗎 不會 佳姐先來 因為其實像副食品 然後到他開始可以吃飯 都是我準備 所以我知道他每天吃的份量 那我會弄了一碗 希望他可以吃完 那爸爸每次吃飽飯 他可能有工作 或者是他怎麼樣 他就很悠閒的拍拍屁股 就走了 就剩下我跟小孩 就在餐桌上奮戰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可能還小嘛 兩歲的時候會餵 然後到了三四歲 他會自己吃 我會 例如說 剛開始就是規定40分鐘 然後就是那個時鐘啊 就會放在他面前 走到擠的時候 一定要吃完 我會陪在他旁邊 看著他把他吃完 但是呢 如果他爸爸在家 如果爸爸不在家的時候 他可以按照我的指示 命令 他可以吃喔 可是爸爸在家的時候 他看爸爸走了 他就很想追過去 我說你沒有吃完 就是留在椅子上 就是不准走 開始哭 爸爸就衝出來 為什麼小朋友那麼的 不高興了 他已經不想吃了 你就不要讓他吃啊 為什麼整個氣氛搞得 這麼不舒服 這麼不好 這樣子他以後會快樂嗎 吃個飯這麼不快樂 消化會不好 對 就開始跟我講這些喔 然後好了 我們現在小朋友比較大了 就四五歲就帶去宴會 就可能人家結婚什麼的 開始啦 就開始跑啦 你抓是抓不住的 他就是要跑 而且人那麼多 你也不可能大聲罵他 什麼之類的 好 你好不容易抓回來了 吃飯 他就開始這樣子啊 玻璃杯開始敲 水杯裡面的果汁 通通倒出來 我說你看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膠 然後他慢慢就聽我 因為爸爸可能偶爾在 蜻蜓點水一下 結果反而破壞平常 對 然後在小孩面前做形象 對 那做形象 就是會有一些那種 很假笑的那種舉動 真的啊 因為小的吃很慢 我也會從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這樣用吼叫的 然後慢慢到發瘋 歇斯底里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這樣真的家庭氣氛很糟 所以我就會每次 哥哥吃完了以後 我們大家都吃完了以後 然後妹妹一看到哥哥下飯桌 他就會一定想要下來 因為他想要玩 但是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在還沒有吃完飯之前 不准下來 而且也不會有人餵你 然後每次我就是 把他一個人放在那個餐桌上 這樣吃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整個情況 這樣看起來就很可憐嗎 超淒涼的 很淒涼嘛 對 這種時候只要爸爸一走出來 看到他女兒 天哪 怎麼可以是這樣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東西收起來 那我就會覺得 現在是怎樣 他就是應該要把那個東西吃完 你這樣永遠 他就不知道說 這餐飯要吃到完就對了 然後爸爸就會說 沒關係 等他餓了 他自動就會想要吃 可是因為他們兩個老公都在拍戲 都常不在 對 因為你回來的時間 說不定就是那幾天 他覺得我特別是幾天 我當然就是要 對 就不要罵他啦 對 就不要好可憐 所以艾利克斯比較有空 可以幫忙訓練一下他女兒 把他送到你家去 小偉 你們家咧 我們家當然是我老公啊 你知道這兩個都女的 女的爸爸都一定超重的 最重的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執行說 我們吃飯就是在飯桌上 吃完才能下來 電視也不准看 什麼都不能就是 安安靜靜乖乖吃飯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用 那個水果或者是點心 來引誘他們 我說你如果這一碗飯有吃完 你就可以吃這個點心 或這個水果 可是呢 有時候我可能就是在煮飯 然後弄完我還沒有那麼早要吃 他爸爸呢 就說想不想看海綿寶寶 對 電視一開了 哇塞 等我就是湯也燉好了出來 就看到三哥啊 一樣就是 也不知道飯裡面 碗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就眼睛就是 直叮著海綿寶寶 然後就這樣吃 那你這樣子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吃飯 那你吃了什麼東西 好 然後你就這樣吃 有沒有咬得很好 然後推上去你也不知道 就是看著電視 然後我就說你這樣子整個不行啊 之後就是我只要煮飯 他要吃飯了 小孩子就說我想看卡通 為什麼爸爸在就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就 爸爸不在我們就不能看 為什麼爸爸可以 我們不行 媽媽就變壞人齁 對 然後隔天爸爸要吃飯的時候 爸爸要準備開電視的時候 我就拿完 你再給我開開看嗎 好 你再開啊 他就只要就是 我就跟他說 只要我在 你就不可以這樣 然後我不在的時候 麻煩你也盡量不要這樣 因為我不在 有時候爸爸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是長期顧小孩 他有時候會覺得很煩 而且他爸爸很喜歡看海綿寶寶 你這個是にな我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好意思 為什麼 下一集 下一集 我覺得這裡面的氛圍 有一個那個 心態上不一樣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種 它可能比較 寬鬆點的態度是在認為 我希望 快樂 天真 純真的笑 遠比你嚴格的教條 還要重要 但是另外一個角色就認為說 我當然要嚴格地教育你啊 因為我最 Teaching 你扶得正 以后成长上去才会对 地基要打稳 这中间就是有很多 不一样的看法在 有六个家庭的故事 对啊 黄医师觉得 这个婚姻还要继续 不是 不是啦 直接跳最后吧 直接结束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 爸爸跟妈妈角色 不同的差别呢 对啊 今天这么多故事 我们其实将来 夫妻在讨论这些教养 或者是吃饭这件事情 我们三个角度来看 综合起来 第一个就是 跟孩子相处的经验不一样 爸爸可能相处的经验 就是他下班回家 他希望有一段 很快乐的时间 妈妈已经跟孩子相处 一整天 他们已经有快乐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是他管教的时候 所以有些孩子呢 趁爸爸回来 为了巴结爸爸 他就会在爸爸面前 特别乖 也有这种小孩 所以相处的经验不同 每一个人对事情看法 就不同 第二个呢 就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 我常常在门诊 拍到一个 不知道否不否合起来的状况 那通常呢 比较瘦小的孩子 是妈妈撑不住 通常比较大只的 是爸爸撑不住 就是在教养这件事情上 因为那已经瘦小 妈妈想到 我要再饿他一餐 饿他这个 饿四小的时候 他实在是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所以那瘦小的孩子 通常妈妈就会 一直喂 拜托你吃啊 那通常那种比较大只的 就是天性的母爱 对 大只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反正你也那么胖了 少吃一餐 反正将那个全部挖出来 对不对 这时候妈妈就会比较严格了 大概是这样 还有跟谁做饭也有关系 做饭那个人通常会很生气说 我这么辛苦 你跟我吃完 这个是重点 虽然好像表面是在讲规矩 实际上他是 所以你的态度也不同 他家就是翘着二郎腿 坐在那个餐厅 看电视吃饭 对他来讲 这没什么吗 他那还没办法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讨论过 大家就可能就会有争执 可是大概是三个方向 那这样说起来 到底以爸爸为主 和以妈妈为主 我是觉得 这个没有谁对谁错 而是说 刚刚我讲这三个方向 你们关起门来要讨论 那总之这个过程当中 夫妻之间讨论 有一个共识之后 打开门 再去面对 同一个教养的故事 而不是说 大家就是每天在那边角力 我在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方法 你在的时候用你的方法 那这样就永远都是 小孩子也会错乱掉 对啊 小孩子变成说 从小就已经养成越习惯 我看到妈妈我要变什么样子 我看到爸爸我要变那个样子 对啊 那两个都在的时候 我就去跑去找阿公阿嬷 对 那小孩都这样 对啊 比如说我讲一个更极端的理解 像阿里克斯刚刚分享二个一天 有些小孩子 他有特别的体质 他有 就是他们是小时候才会这样 他只要稍微饿 别人饿个四小 是饿个四小时没事 他只要饿个一餐 他就开始昏 手就开始抖 血糖就掉 然后那个铜酸就高 这时候我爸爸介入说 不行 我今天就是要看电视 那个艾丽克斯爸当得多好 我要跟他一样成为一个 一霸 我叫五个小孩 不是 我怕那位学不好耶 你们要看一下 观察一下小朋友 我的乖的那天没有吃 他还OK哦 骗到我跟他很快乐 等你小朋友有点昏的话 马上给他吃东西 不知道会怪我 现在小朋友看到这个节目 都知道我要稍微抖一下 就有东西可以 稍微抖一下 只要抖一下都没事了 对啊 太累 疊对疊 对 这个家怎么了 大家都很会演啊 但是如果说父母双方在于 刚刚吃饭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嘛 就是说教养的态度 方法不一样的话 对孩子 如果孩子看在眼里 或说对夫妻中间 就算关起门 他的那个感情的影响层面 来 王老师 我们以前都在讨论 孩子的先天气质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今天应该要讨论的是 每对夫妻的 教养天性也都不一样 有些人天生就是温柔育儿法 有些人天生就是军事管理 把他当猫狗训练等等这样子的 都有可能 只是说这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个中庸的地方 举例我们刚才在讲吃饭这件事情 就应该要达到四个字 叫做温柔坚持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很 不用很照 就一定要隔二几餐几餐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完全没有退路的这样一个方法 你也不用很宽松的 没有规矩这样子去养你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在饮食这件事情 我常常觉得小朋友真的很可怜 大人都有权利可以选择吃多吃啥 对不对 可以选择你吃的内容 对不对 孩子常常吐我们这句话 对啊 可是你想想看 味觉这件事情的发展 在台儿八个月的时候就成熟了 所以他跟我们是一样 他也有喜好 他也有喜悟等等这些东西 只是说你不要因为破坏了规矩这件事情 然后把整个饮食上面 整个的内容搞坏 我刚才很赞成小伟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吃饭这件事情 一定要让他有兴趣 这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吃多吃少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孩子有没有兴趣 到了用餐时间的时候 妈妈今天煮什么 今天红萝卜为什么是这样子 一搅一搅的 明天红萝卜为什么是一个半圆形的 等等的 这叫做把注意力放在饮食上面 所以王老师如果像刚刚所说的 有的妈妈她会一直喂 一直喂 也没有 也会为了一个半两个钟头 讲一口来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你会赞成这样的行为吗 这时候他老大是对的 时间到了时候 温柔坚持应该怎么做 应该先跟他讲说 我再给你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明白具体的 跟小朋友讲说多长 因为有时候我们教养语言 就是很模糊的 他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等几下 小朋友的 你要跟他讲时间 然后不行用钟 因为他看不懂钟 那你一定要用电子表 因为电子表是直接倒数 他看得出来 59 58 57 56 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倒数 好紧张哦 我以前都说 这个长的针到了这个10 他很搞不懂 他很搞不懂什么是什么 那更小的小朋友们 可以放完一段音乐 也是 当这首歌唱完的时候 那我就把它收起来 所以在中间 在饮食上面 必须要有一点弹性 好 那在这段时间的弹性 比如说像阿列克斯说 最后剩20分钟 这20分钟里面 你认为另外一半 可以介入协助他吃吗 我觉得要看你们夫妻 两个人的沟通的一个程度 譬如说 你们两个已经观察到 孩子真的差不多食量 就是这样子的 你在介入 一样啊 有一个一定会担心吃不饱 但是孩子是饱的 那你就误判了嘛 那你误判了 你又把一餐的那个饮食动机又降低 下一餐又不喜欢吃饭 又是来这边 所以我说 你既然放了选择权给孩子之后 应该是要让他自己去负责这件事情 而不是也不能马上就收走 那就没有 那就没有那个沟通的那个余地 所以我觉得说 各退一步在饮食上面 的确是可以建立的 其实喂食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亲密关系 所以我们先讲说 你这个喂食 是小孩自己跟你要求的 还是说他就是在耍赖 那我不觉得喂食这件事情 我觉得追着跑 追着喂是不对的 可是他不要了嘛 你还追着他喂 可是如果孩子说 我有点累了妈妈 你喂我 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 每天都耍这一招 如果他只是今天真的 特别的脆弱 我觉得喂一下没有什么关系 搭配他自己吃 就是大概在两岁左右那个年龄 那三岁以上当然就 我是觉得不需要靠这个了 只是说我是怕很多家长就说 好那就从此不喂 手一擦 我觉得那又把那个整个吃饭的气氛 又搞得很快 好那这是一个点 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 买东西也是会 对 因为很伤好经营 如果没有买到自己想要 就会无理取闹 对 地上打滚 所以 大喊大叫 如果小孩吵着要 要买东西 吵着要买东西 你跟另外一半谁会先妥协 妈妈妈 白龙 有点松动 我们要一致的计定 不是 你可以没有关系 你可以学高山峰吗 你不用为了反抗而反抗 没有关系 很明显的本来是妈妈 你本来是要举妈妈 看情况 比如说我们带我两个小孩 去帮她的表哥买生日礼物 大家就在挑她表哥的生日礼物 那小孩子就会说 为什么表哥有 我没有 废话 那表哥就生日啊 然后他就是觉得 人家有我也要 所以他就拿了A玩具 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买这个 你说不行 他就立刻放下A 就说妈妈那这个呢 就表示他没有在看这个玩具 就是什么 他只是想要拿一件东西 想要买的那种感觉 他要那个欲望 那这时候你就 我就是绝对不妥协的 就是不行 因为你这个态度就是不对了 那如果说今天像哥哥 他想买乐高 然后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而且他没有看任何其他的玩具 他就看了那个乐高 而且拿起来 这边翻那边翻这边这样 看里面的图 那看到里面去了 对 然后那时候 你在旁边你观察到说 他真的是 你就会告诉他说 这个东西很多小小碎碎的东西 那些配件什么的 你确定你都可以收好吗 你要先把规则跟他讲 因为买很多东西 有的时候不是断手就断脚 然后就是都不好珍惜 然后他如果坚定的眼神 就是说他会 他一定会 而且他甚至于跟你交换条件 妈妈如果我没有把它弄好的话 你可以就是不准我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还谈条件的呢 买 当然就买 怎么可以不买呢 这么感动人的画面 问题家里可能已经有三四组 也都是乐高啦 你可以区别他跟以前的那一组 那他的承诺他都有做到吗 没有 但不可以买 小孩很难啦 很难 他都忘记了 对 可是他如果在当下他做不到 以后他做不到 他会变成你下次 他一样这么认真在研究 你会变成你考量答应他的要件吗 我会提醒他说 可是你上一次都没有 只是提醒而已 那还有他当下如果又弄断 我就会跟他讲说 那你这样下一次我不帮你买 佳琪 我们家里是爸爸 因为爸爸就是没有办法受得了 小朋友那种乌乌的眼神 我会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名的 有一年冬天 还挺过太多故事 有一年冬天我们就到百合公司 他很吵着一直吵着 要买一件鱼绒衣 因为他同学都有 他爸爸就觉得冬天 鱼绒衣比较保暖 真的就去买了一件鱼绒衣 好啦已经买好了 走到隔壁的时候 有一件粉红色的洋装大衣 是那种洋帽的那种 很好看 他站在那边就一直看一直看 看着那个橱窗很久很久 然后爸爸就说喜欢就进去看 试穿一下不用钱 就带他进去了 带他进去那个 试穿没完你脸 对 我没完没了 真的 好啊讲得好顺的 对啊 你先把妹都讲这句话 喜欢就进去看 我这边有球 所以真的习惯 你先坐这家姐听这句话 好耳熟 然后后来店员就真的出来 帮她拿到她的尺寸 然后穿起来 在镜子前面左遭一下又遭一下 真的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然后我们进去之前 我说你已经买羽绒外套 不能再买了 我在店外面我就已经讲了 不可以再买了 那个女儿的眼神就这样看着爸爸 一副 爸爸我值得这么漂亮的大衣 眼神你知道吗 爸爸他不用讲话 他只要那个眼神 对 就他爸爸就 你值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话 你知道吗 当下我吓到 他爸爸就说 你值得 就是你不要怕你妈妈的意思 你知道吗 就直接去付钱了 那不是气死了吗 对 就是 后来我就说 我们不是说已经买好了吗 可是那两个东西是他需要的吗 就是已经买一件了 已经才刚买一件新的 他就是多一件不爱事 对 所以我想知道的 你生气的是因为 你没有拿到假的吗 没有什么 你儿有 妈妈没有 因为那是模拟装 那是模拟装 要嘛 你都买两件 你不要买一件嘛 假如第一件 你没有讲话 第二件 你是因为生气第二件 你没有拿到第一件 因为女儿拿到两件 你一件都没有拿到 有搞不好事啊 没有 我真的没有想要跟他要什么东西 我只是觉得说 你怎么违反我们进去店里面之前的那个 好 然后到了我自己带出去的时候 真的就很惨 因为像姐姐小时候也是被爸爸养成这样的习惯 只要被爸爸带出去 就那种眼神一出来 爸爸我值得吗 什么都有 对 就有 然后我带出去的时候 他看到玩具 你知道大街小巷 就是开始哭 他就是要买 他就是要买 他不买 他就巴着你的大腿 不让你走 后来那个路人 有的路人就真的是会 过来就会跟你讲说 那个又没多少钱 小朋友哭成这样 你怎么不买给他 你知道吗 越好 他上牌 而且要是打草不买 然后回家又在那边上我那边骂 那天我看来孙佳姐姐 他没有买玩具给他女儿 可是我觉得像这种沟通的事情 如果大庭广众之下 你不适合大声的话 可以把他带到厕所 可以离去 通常我都会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 我跟你讲 这一张也不能藏要 可是他太久不走 因为你知道 又脱去啊 脱去上厕所啊 我只要用到带三次四次 我讲说你要不要去厕所 小孩子下来就说 你不要打我 更惨 其他人会 不是 你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没有是你太久没有上厕所 他就会开始哭 你每次都憋到说要上厕 要去 你看你憋到流眼泪了吧 有人你太久没上厕所 然后脱着孩子在地方上厕 你太久没有上厕所了 对 这是问他的 后来我为了要改正他的习惯 因为他已经厉害到可以扒着墙壁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今天我真的不买 而且我现在要去坐电梯 我坐电梯我就不会再上来了 你会找不到我 我现在要回家了 你要不要跟着我走 好几次这样建立下来 现在就乖了 对 我觉得我不会 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出去有目的 假如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去买东西 我们就会狂买 假如今天目标就是要去买玩具 我们就要买很多 假如今天不是要买玩具 你一个都不行买 我不管你怎么叫 那他叫的话我就觉得对不起 今天我们不来这边 这是跟你说的 我们说不定是要帮表哥买 或者是表姐买 你今天就没有 我不管他在那个玩具店他说 他也会常会 那这个可不可以 那我要这个可不可以 那我也要一个 那你帮表哥买一个 你可以帮我买一个 我不说No 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帮表哥买 下一次你生日你就可以买 你生日你要买多少都可以 那永贤呢 他也不会很放心地叫他买 可是永贤会去买很小的东西 还是会满足的 对 像前一天才发生 我们就也是乐高 我们就去一个乐高店 它是个咖啡厅里面有乐高 它一半是卖乐高 另外一边是饮料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进去 然后其实我也蛮喜欢乐高的 我就在看我就快 哇 星期打算了 大的大的大的 可是该时间我就说我们要走了 我一转 这两个小孩怎么不见了 两个小孩跑到柜台 柜台有那个拼乐高的 你可以买一个头 一个身体 一个脚 只要一百块 我说为什么谁可以 他说妈妈说的啊 好 就看永贤 破空 你就叫看我 OK 好 就是一百块嘛 还好啦 对 所以我觉得 他也还好这件事情 可是他会比较 让他们 只要价钱不是很高的话 他会觉得说 我也同意啦 我觉得他觉得说 你两百块就让他们高高的信心 他们可以等我吃饭 乖乖的 乖乖的玩 这两百块是吃的 可是有时候 可是我都不会 连一百块我也不会 我就会说我们来今天 不是要买乐高 那我们就不要买 对 我在想就是这个点 如果在想说到底是 金额大小来决定这个尺度 还是说是那个规则 来决定那个尺度 当然是规矩为主 金额对他们那个年龄来讲 可能他们也搞不太清楚 那我觉得常常失守的 我爸爸常常失守就是女儿 没错 对 对儿子就比较严格 那妈妈 艾莉克斯在摇头 那妈妈通常失守就是 看旁边的人多不多 多的时候 看众人的眼光 对 怕丢脸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爸爸妈妈各有各的罩门 但是训练有的时候 像佳姐有的时候很惨痛 因为她在外面训练 所以你要忍受很多次 她在地上打滚之类的 其实像艾莉克斯她做得很好 她在家里就训练了 那家里就是一言九定了 所以她出去的时候 她就想到家里的这个规矩 她想说再拗也没有用 她就算了 她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在家里 训练好再出门 你不会要花那么多心力 去把她拗回来 我请问 父母可不可以有一种补偿心态 比如说在当下 她说她很想用 比如说举个例好了 以前这个 两家人出去 然后他们要买个篮球 买什么东西的 运动鞋啊什么 你知道我在那里面呢 孩子不管怎么样 他看到我球 他就想要 那当下我就严格的自主说 不可以 你要球干什么 家里已经有一颗躲壁球 一颗篮球了 然后你还要再拿一颗篮球干什么 我当然就不允许 我非常严格的不允许 但当下他们就是非常的哀怨 我们就回家了 可是回家之后 你看到他们的脸跟心情的沮丧 我们觉得 又不忍心了 是又愧对他们的某些的 什么什么样的心灵 那我们就很想说 好啦 那要不要找一个时机点 然后我再带你去看一看 有没有其他你需要的东西 好烂喔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心情 常常会在心里面 一直反复出现 一点弥补的 可是其实小孩 蛮容易可以转移嘴 对 所以当下你陪他 他会转移 对啊 因为圣诞节的时候 我小女儿就是这样 她很乖 那时候圣诞节 因为她的圣诞节礼物 她爸爸我们之前早就买好了 就一台脚踏车 那脚踏车两三千块很贵 所以圣诞节就不买给她 那我们圣诞节那一天 就带姐姐去玩具反斗城 然后姐姐就很开心说 哇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那我就跟 我就跟我们当下小孩讲说 圣诞节礼物一千块以内 我让你买 然后她就站 她就她说 好好好 她就去挑 然后我就看到妹妹就很乖 她说哇 这好棒喔 那好棒喔 然后她那个 她那个背影真的很凄凉 然后就看到一个那什么 美少女的什么电吉他 她就拿在那边刷刷刷 然后看那个小台的Monty的 就是有介绍说那怎么玩 她说我也想要变美少女战士 我好想要喔 可是我不能买 她再演 放回去 就在我跟我老公面前 就这样子 她会再演 大绝招 我不能买 大绝招 她就放回去 然后我老公在后面说 怎么会这样子 买给她 对啊 这很厉害耶 对 那有多少钱 公现几岁 怎么会这招 赛四岁 这很厉害耶 而且她 我八点档一定看很多 对啊 她就投地点这样很落寞的 然后她姐姐拿了好大一个 那个玩具这样拖得很开心 然后她 她就这样牵着我的手 然后就这样 背影就这样 我说怎么能不买给她 然后我就马上又拿了一个 很大的 也是跟她姐姐一样价钱 我说那你拿这个 妈咪买给你 没关系 不用了 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去挑一个 来来来 你挑一个 你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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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吗 这个 然后爸爸就说 好 我去给你买吉他 说没关系 不要 后来他说你知道他怎样吗 他说那我这个好了 他拿了一百多块 那个就是彩带的那个 哇 拜托 他爸就马上抱他 他就说我的好女儿啊 你真的会帮爸爸省钱 好发典倒 然后马上转头说你看 你都不学学你妹妹 然后都买那么贵的 然后他姐姐就很莫名其妙说 对啊 这一整个故事 还要我看姐的礼物 就是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 其实刚刚讲了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一个孩子他遵守你的规则 然后今天去那边 他忍住了没有买 你应该鼓励他 可是不是用礼物鼓励他 你可能用别的方式 比如他今天回来 看起来虽然背影很落寞 你说爸爸今天感觉到 你努力你有忍耐 你有坚持 这是好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吃好一点 或是我给你吃冰淇淋 这都OK 总之你用别的方式 鼓励他那个内心里面 做的那个决定 而不是鼓励他那个行为 比如说他放回去 其实放回去他可能 心里还是很不甘愿 他不知道他这个事情做了 为什么爸妈妈会觉得很好 那这个很好 原因是因为他有忍耐 那第二个就是说 学历以前的小孩 真的要小心 公平是他们心里面 唯一的那个评量的料准 所以我不反对 在其中一个人生日的时候 送一个类似的东西 给另外一个人 那我们就说 因为哥哥生日 我们一起替他庆祝 那是学历前 学历后 当然他们可以了解说 你跟我有不同 但学历前的孩子 他脑袋就是说 爸爸妈妈有没有公平的 爱我们两个 如果你今天常常用这招说 今天有你有 明天你有 今天你没有 明天你没有 小孩就开始争宠 他就开始争宠 每天就是跟你讨这个讨论 因为他们觉得 那个就是你爱的表现 就是送东西给我的时候 所以我想 这个 刚刚讲的这些故事 是有折中的办法 买不买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不能主观的 自己觉得 我有能力可以买啊 很多很多家长都是这样 三千块 四千块 可以啦 我有能力 谁没有能力可以买 可是当你跳到 这种主观这个 我可以买这个迷思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不能客观的去看 孩子也没有需要 还有我之前定下的规矩是什么 你像喂鱼有没有 常常出这外面 投个十块就可以喂鱼嘛 小朋友喂完一桶以后 会满足吗 不会 一定跟你讲说我还要 我们这样最高纪录 你知道啊 跟朋友的小孩 你知道喂了多少盒吗 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 还怪那些鲤鱼肥的 跟猪一样 还活着吗 鱼肥就大了一号 好恐怖 小孩轮流 去跟自己的爸妈 一百块 对啊 就每一个都拿一百块 一百块 哇 怎么都堆满了 全部都四六盒 六十七盒 对 所以就变成说 这前面的规矩 没有定好 孩子又没有 价值观又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只为了 他自己眼前的需要 然后一直 那如果我们成熟的爸妈 都还不能 就是制止他的话 或者是 让他有那个学习等待的 这一个品性 这样子出来的话 那以后长大以后 就是一样啊 什么事情都不思考 什么事情都很冲动 我要我就是要 对 那所以我说 从小在学龄前 就应该要教 等一等啊 你今天要买这个东西 好 我们下一次 我还会再来 我们再看看你还有没有需要 有时候小朋友说要 当下不见得是要的 你知道吗 下一次来的时候 我早就已经忘了上次 我想要那个东西了 但是爸妈就会 透过他的眼神 透过他那个渴望的表情 而误判 那如果那个时候 真的大哭大闹 怎么办 真的要隔离 因为当下 总会有拉不下脸的时候 隔离是说真的 硬拖他到厕所 我觉得情绪当下 要让他离开那个环境 我们要离开那个 来 我们到旁边玩一下 来 来 我玩 对 我帮你买 到旁边 那是肉货王的 我也想问两位专家 因为你刚刚讲的一个 我常碰到的问题 因为我小朋友 儿子开始懂数字了 以前你可以骗他 可是譬如说他买个乐稿 是五百块 你不敢 可是他开始跟你讲说 那爸爸你为什么 你上个礼拜 你买了iPad是一万五 你电脑已经有三台 他还说 你电脑已经有三台 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是好事 这表示这个孩子 一开始会死 这是好事情 对 可是我们 思考 我当然高杀可以 可是我们要去 我都跟我儿子讲我去赚钱 那不然你去播新闻 你去 可是我儿子 可是我儿子又说 我儿子说 那就是他去啊 对 他有说 可是爸爸会拍过广告啊 那我的钱呢 你爸爸拿去买iPad 对啊 不要爸爸三台电脑怎么来 所以这个要怎么 我们要去怎么 因为我发现 要怎么通通 要回到 为什么你需要这个东西 跟他解释吗 你的iPad跟你前面三台电脑 有什么不同 没有 你只是想要而已 对啊 你不能只是想要 让这个孩子知道 你要教育他 对 这方面我就很赖 艾丽克斯 你怎么挖洞给自己 因为我想知道 那我怎么解决的 你怎么说 我就说 爸爸要买新的iPad 因为我要把舅的iPad给你 好烂啊 你就有自己的iPad 所以我才会跟艾丽克斯讲说 跟他的孩子讲说 为什么他需要 而他的孩子不需要 这件事情 你不能只是一味的禁止 孩子不可能 只有禁止这件事情 就可以不跟你要 对 那你越只是跟你讲说 不可以 不要 没有等等 这个孩子是跳不出去的 所以还是要去分析原因 对 不过你说到iPad之类的 Ben 你听说很会用3C来教育孩子 还是什么的 我姐姐的双猫胎 大概大白开水半岁 然后现在已经两岁多了 那两岁多 现在美国很流行 一种东西叫iPad 就是小朋友在玩的平板电脑 那里面他防摔 防震 防口水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买一台好了 然后我就跟小哥讲说 那我买回去咯 马上被他打枪 他说不准买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准买 他说不是啊 你这样 他一天这样滑滑滑 看到我们滑手机这样 他会拿我们手机去玩啊 那他变成说 他想要的时候你就得要给他玩啊 他会给你要 他会给你吵啊 后来我发现 就是我的方式是 让小可慢慢去看到 彤玲玲的小朋友 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后来我发现 小可自己手机也 差点download一些APP 是小朋友在玩的 他也会跟百下水这样互动 比如说讲话的声音会变调 然后拿给他听 他看到猫很可爱 然后去摸他 去摸他这样子 已经慢慢有被我感化了 所以我用我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就是让他看到别的 小朋友的成长 对 然后跟着他们的脚步这样 你起码是想要先感化那个小可 你不会说 直接先买一台送给他再说 不会 因为我很怕买回来之后 不是小朋友这样玩 是大人在那边弄 对啊 我这样浪费情也没办法 像我跟阿Ben的小朋友 年纪比较相近 大概都两岁 然后他们很小的时候 我儿子大概一岁 他就已经会滑平板 不管是手机或什么 小朋友都会了 对 然后有一次我听见那个卡通的声音 有点怪怪的 因为不是中文配音 也不是英文配音 是日文配音 是好像是俄罗斯 还是法文 他在看苹鼓 在看那个契鹅的那个卡通 他竟然找到了法文版的那个卡通 自己在看 我就觉得很神奇 然后我也有一阵子也很担心说 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只看着那一个东西 再用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的注意力需要转移 就是我就请我太太带他出门 带他去上就是自然生态的课 带他去上体育课 然后把他就是眼睛盯着荧幕的时间缩短到最小 可是我觉得玩平板真的担心的就是视力 我有朋友过了一个暑假 小孩就近视了 对 这不只是视力的问题 然后内容 我儿子都会跟我讲 他wake玩的他就是听音乐 所以他每一次他后来就知道 妈妈我要听音乐 其实只是借口 拿去音乐听没有一首 然后就开始是变到完全的声音了 因为他很容易很容易上 可是不可能完全不接触 那这个原则应该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这个3C的一个时代 我们建议就是陪伴 就是陪着看他接触的那个内容 内容是什么 这很重要 所以你说要完全进真的不太可能 而且我们不鼓励大量的时间给孩子 是因为他们的感官还没有发展成熟 你知道幼儿的眼睛的那些四肢觉的一些 一些成熟的时间是7岁 可是我们现在让他们接触这些东西的时间 都是3岁 太早了 对啊 所以我们用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感官 然后再让他接触 那个学习模式不对 所以刚才Mountain为什么说 让孩子出去转移注意力 去玩啊 对啊 去身体接触啊 等等那些东西啊 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忘记 这一个东西存在 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投入太多的时间 吃饭也让孩子这样子 然后睡觉前的亲子共读时间 也变成这些东西 对 然后白天起来的时候 为了要让孩子去Routine的 做一些生活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东西又拿出来贿赂 所以自然而然养成一种坏的习惯 所以我觉得以前孩子都不用有这些东西 一样可以好好的啊 现在孩子当然也可以不要有 嗯 不过如果话说回来喔 就是说像刚刚不管是说用iPad 还是说我们刚刚说的买东西 父母到底是谁的问题 谁要负责任 听谁的 对 如果在当下两个人意见不一致 发生争执 比如说你可以用 一个说你不能用 一个说你可以买我买可以 一个说你不准买要有规则 到底在当下那个情况要怎么办 其实有争执是一定的 我刚才有讲啊 每个人的教养天性是不一样的 爸爸可能是军事化管理 比较严格 比较理性的那一方 妈妈就是温柔育儿法 就是觉得说 还好有这么严重吗 对啊 就这么一次而已 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 应该是要稍微有点弹性 各退一步 而不是坚持己见 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 因为孩子真的会混淆 很难啊 对 真的很难 这时候你就说 永贤来一下厕所 然后里面开始摔东西 你很久没有尿了 来 不是要带小孩 要带小孩 所以我可以说是依照 谁在带孩子的时间 比较长来做比例上的决定吗 还是要按照世界的类型呢 我觉得还是要就事论是 有四个原则是很重要 第一个 在夫妻双方在育儿的时候 第一个切记就是要互相接力 互相体量 你千万不要把 我整天都工作很忙 对啊 或者是我整天都带孩子很忙 挂在嘴边 这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其实你常常在看 夫妻不是只有冲突而已 如果你认为你的另外一方 这个时候是处理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 应该要当另外一边的拉拉队 对 比如说妈妈在交小朋友 爸爸在旁边觉得说 很有道理 本来就不应该买 这个时候爸爸应该要跳出来 跟孩子讲说 妈妈讲得对哦 这个时候是加成的 这个时候是加成的 妈妈也会感激你说 你支持他 对 你有进步哦 等等这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要理性的沟通 才能发现差异 如果你一下子在育儿的过程中 就已经是情绪这件事情上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的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个情绪 也会感受到 你们夫妻中间的一个冲突 这个时候就别想交了 这是第三个 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要在孩子面前 快草跟冷盘 冷盘就是 冷眼相待 不理对方 等等 这个也不行 对 孩子会觉得说 原来这样子的话 就是会让你们的意见不合 会让你们的意见有冲突 等等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焦点 会从孩子身上 转到夫妻中间 所以快草跟冷盘这件事情 不要在孩子面前上 我想那个 夫妻在教养上 有争执呢 有四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争执的点 请先把眼光放圆 今天不吃这一餐 会让他以后就学会不守规矩 然后将来呢 就做间饭科 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吗 不会 不需要把一件小事情 放大到一个整个人生的大道理 就眼光放圆 试试看把那个标准 不一定要拉得那么紧 第二个是 定期的家庭聚会 而且要倾听不同声音 我所谓的不同声音是 理论上 家规应该是 一起制定的喔 当小孩子有参与到 家庭规范的 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甘愿 去遵守这个全家人 都愿意遵守的规矩 第三个就是寻求 第三者的意见 第三者可以是专家 可以是王老师 可以是我们这个节目 可以是我们的新书 总之呢 或者是亲朋好友 总之总是会有一个人 旁观者亲 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 当你的夫妻争执不休 不知道哪一方才是对的时候 然后最后综合上面 三个意见之后 定定一个 大家都可以遵守的 一个教养目标 我想这是一个 循序鉴定的一个结果 对啦 但是每一对妇女 谁会不要自己的小孩 真的要教育 教育喔 其实双方要定定一个 共通的共识跟基础 双方脚步一致 那才是会 让孩子一个 比较完整 跟正确的一个 成长的轨迹啦 不然到时候 搞得家庭乌烟瘴气 那不是大乐界 真的 好